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 哈哈 我靠 又走错地方了 这不是 今天不是 改错的课程干嘛哪走错啊 好奇怪啊 嘿嘿 哎呀 一会儿晚上下课之后 我得去会几个初中同学 貌似今晚会有一点小节目 是吧 嘿嘿 有奸情 有些节目只适合晚上做嘛 什么什么这么晚还有节目问真奇怪 阅读回放少了一节问开火去啊 我不知道咧 安全措施要做好 你干嘛 你怕infact还是怕influence啊 嘿嘿 这种人说话最贱是吧 中树你年轻好帅 你啥意思啊 难道感受不到 现在的我啊 现在的我啊 那个光芒的所在吗 语法怎么没找到啥意思啊 就那个语法死课班呢 八月份那期 早啊 八月份又有新的一期即将开课了 来 开始啊 到点了 走 就改错题刷几次就熟了 就是固定位置嘛 八月转了开了单次死个班队都有啊 语法单次都会重开的啊 这个吧 嗯 16年真题 赶快就是刚考过的 我们来体会一下 我们来体会一下那个就是 正人八景的全国券的逻辑 好吧 16你就做了啊 这么积极啊 什么情况 做题这么积极啊 来第一句 老师还讲了 my uncle is the owner of a restaurant close to that I love 来 我们先把 这句话的所有的可以考的考点都标出来 各位看一眼 my uncle is the owner 没问题吧 the owner 为什么特子啊 后面已经有一个形容词了 of a restaurant 一个餐馆的那个老板特子 没问题吧 看到 是没有 真题嘛 可能都是大家都都是看同样的题目的了 没问题吧 close to that 哎 连接词圈起来 i love 这个that就有问题 定语重具连接词的前面是不是少了一个名词啊 是吧 you're close to the place that i love 看见没有 这打印错误啊 i ok 是吧 定语重具连接词的前面有个名词才行吗 the place that i love 对不对 那么这个the place that 加一块等于什么呢 等于where 各位记不记得 等于where where where 等于the place 加上that 我们在定语重具中讲过 记得吧 它是个合并的嘛 跟那个因为器差不多 ok 所以第一个空 that 改成where 为啥 从去那课讲过 where 代表的是一个名词加上连接词嘛 比如说 我知道你从哪里来的 你看这句话 就是 i know 对缺成分 那 i know where you are from 这句话 看见没有 它等于什么呢 等于 i know 有啊 8月份有一期啊 the place that you are from 这两句话相等的 看懂没有 看懂了放个room i know where you are from i know the place 我知道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呢 你来那个地方 定义重句吗 由 定义重句 变成兵义重句 是吧 就把这个 这个这个名词 跟这个连接词 合一块就可以了 好 好 看这句子啊 就第一个 就是考点吧 连接词看见没有 不能改两个字啊 那哪行啊 继续 下一个 就第一句话说的是 呃 我说啊 他是 在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地方附近的一个餐馆的老板 这个意思吗 my uncle is the owner of a restaurant close to where I love 继续 继续 下面 no not very big but the restaurant is popular in our area 这第二句话一看就知道是考什么的 同学们 那是爱啊 我啊 打错了 第二句话一看就是考什么的 哎 是不是关联词啊 尽管不大 但是他很很有名 看到没有 to当然可以啊 close to是 他跟那个where没关系好不好 这是靠近的意思啊 close to the place 靠近这个地方吗 the place which 这样就变成where了 并不是to where 跟他没关系 好吧 close是形容词加s干嘛呀 他又不是动词 好 这个thow but 没问题吧 去掉一个 对 只用一个就行了 no not very big the restaurant 我能不能够把thow去掉同学们 可不可以啊 这个我能不能把thow去掉 只留but 可不可以啊 因为thow和but 反正只用一个嘛 我能不能去掉thow啊 可不可以啊 当然不能 去掉thow之后 前面那个半句话不完整 看见没有 not very big 不能当壮语了吧 壮语得是个借词才可以嘛 是吧 没大写 我去这也行 好吧 你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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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句如果是个完整句子 可以去掉thow 比如说thow it is not very big 是吧 可以把thow去掉 it is not very big but the restaurant 这样可以吧 半头举手都不能没 不能去 去了就不完整了 好 没大写 行了 你赢了 我赢了 but the restaurant is popular in our area 这个饭馆在我们这个地区还是比较火爆的 挺流行挺受欢迎的 ok 继续 本来就是 好吧好吧你赢了你赢了 你赢了 嘿 下面去看啊 好点继续出现 it is always crowded 这个s打多了啊 这没有这个s it is always crowded 被动 没问题吧 with customer 就是没问题吧 be crowded with 大家有什么人吗 充满了be crowded with 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消费者 at meal times 在吃饭的时候at 没问题吧 times 时光复苏 我们讲过是吧 复苏没问题 就是关注这些点了 考就考这几个点吗 继续 下一句肯定要出题了 some people even had to wait outside my ankle 啊这是句号 这个最新的题这个这个排版有很大的问题 句号 some people even had to wait outside my ankle read it 和前文对比 有很难的 打算不高就这样 看见没有 改做不改大小写的问题 那时代 一项 呢 中心oma 动词接词连词 记不记得 have to 改错不改大小写 各位记住啊 some people even have to wait outside 没有啊 你没听过那个名词的课吗 我们讲过的啊 那些美好的时光 记不记得 meal times 就整段的时光 是饭点啊 吃饭的时光 一段段的时光是可数的 时间本身不可数啊 你讲过的啊 回一回那个课 名词那个课 继续 后边 my uncle tells me that 你看动词失态 没问题吧 看见没有 前后的一样 你看一字的吧 tells me that the key to his success is honest 诶 诶 看看看啊 他说 这个 他的成功的关键点 是诚实 is honest 诚实应该是个名词 才对吧 同学们 是不是honesty啊 看见没有 成功的关键是诚实 tells me that 笔语重句 that 诚实句 没问题吧 好 下一个 继续看 everyday 每天 还是一般 计算式的吧 hey make sure 加s 没问题吧 that make sure that 成功句 ok吧 fresh batch boss or high quality 诶 这里 当然得全部翻译啊 因为改错是逐句改的 你想 能不翻译吗 这 看见没有 连接词一出现 马上反映 这是个考点吧 连接词 新鲜的蔬菜 或者高质量的油 被使用 它肯定不对 为什么呢 如果是用or 后面这个用r就错了吧 看见没有 能理解吧 or a or b 是不是单数的 is right 记不记得 a or b 只选一个 它应该是单数才对吧 后面是负数的 那 那你要改就改 两个就选一个改了 是吧 要么你就 把后面那个ease use 要么就是说 后面前面用and 改了 当然改前面那个or 改成and了 为什么呢 它是要表明它很诚实嘛 就同时要用新鲜蔬菜 还要用高质量的油 同时得用才表示很诚实吧 or改掉 变成and ok 能理解吧 后面 are using ing 一出来 马上反映过来了 油和使用 是主动还是被动啊 改成ese 改成ese可以啊 ese use 可以啊 用一种 就是意思不通了嘛 就语法对 逻辑不对 02 09 听懂了没有 你把这个 改成ese 语法对 因为只用一种嘛 但是逻辑不对了 就 它不符合它的观点 说的是 它非常的老实 是吧 好 被动的 使用嘛 used 你看又是考点吧 是吧 当然不对啊 也不对嘛 不光考语法 考逻辑啊 关联词是考逻辑的 是吧 for cooking Ian基本问题吧 名字都名词嘛 为了做饭 好 继续 下一个 my uncle says 我的叔叔说 he that 连接词没问题吧 病与重句吗 是吧 病与重句 就是关注到底 是在用的是 疑问的语气 还是陈述的语气 这就是陈述语气了 就是我叔叔说 he never dreams becoming啊 这个简单 少了个借词 dream of 这个考的比较低级了 就 各位同学 全国卷 是不是明显感觉起来 这个智商会低很多呀 是吧 he never dreams of becoming rich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是吧 in the 你看 紧接着考点出来了 the short 在一段很短的时间 这个时间需要特质吗 不需要吧 前面没有说是哪个时间吧 那 in a short 固定考点 看见没有 套路深深 是吧 of time in that 相反 好 那么这是考点之一咯 相反 对不对呢 你看着啊 相反 对不对呢 嗯 我叔叔啊 他从来没有梦想过 在很短的一段时间之内就能够成功 相反 他希望他的生意会慢慢的增长 哎 这个可以吧 可以吧 是吧 这个相反是正确的 逻辑是正确的 呃 犯子特质在语法科讲过听听课去啊 犯子就是没有说明是具体哪一个的时候 没有指向finger 是吧 特质是前面提到过 或者是他后面有形容词限定范围啊 那 in that he hopes that our business will grow steady ok 又来了 又是一个常见错误 是吧 用形容词再形容动词 看见没有 grow steady 不对吧 grow steadily 用副词形容动词 ok ok 来 我们还是来梳理一遍 来看一下 他有是有多少个我们所讲到的这种 这些点啊 副词放前放后都可以啊 副词放动词后太常见了 run quickly run quickly 看见没有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啊 这还有一个是吧 代词是吧 这容易看容易看漏啊 his business 他的生意 跟我们没有关系 改错是个死活儿 同学 改错就是这么个特点啊 固定位置多就熟了 对靠靠改错拉差距很难的 来我们来体会一下 看看有几个看看啊 嗯 连接词 然后连接词 实态 这个不属于考点了 连接词 动词 动词的主被动 借词 特子泛指 形容词负词 OK 看一下多少个 是吧 12345678 8还是8个吧 看见没有 还是8个吧 是吧 还是8个 所以我们说的是 一定要挑出改错题这种的高概率事件来做题 OK 懂了没有 还是8个 我说的是那个 我说的是就是主体题型的 是固定逻辑的 就考这几个点吗 看不起来 我的这个嗓子比较哑 后边这几个就是 你看这个 这个 这个比较简单了 这个代词上 看得比较简单一点点了 还有这个honest的这个地方 是吧 名词 所以16年的全语还是比较简单的啊 进来 下一个 继续 主被动搞不清楚 嗯 你去回顾一下 我们在之前那次课讲过的 就是状语那课讲过的 谓语的主被动 就看那个逻辑关系嘛 就是 主语跟谓语的关系 是主动还是被动的 是谓语主被动啊 然后如果是在 那个状语或者定语中的主被动 就是我们所讲过的那个 状语重拒 或者定语重拒的省略嘛 是吧 那个省略体系啊 好 开始了 那15年的全国译卷 我们是以全国卷这个逻辑为主 好吧 因为目前超越全国卷的改错题 只有浙江卷了 做过很正常 我们先看第一句 有没有错误 看一下 when I was a child 实态 没问题吧 连接词没问题吧 当什么时候 I hoped 过实态过去是没问题吧 你仔细体会了 就是我在怎么做题 就是不断的去找固定的位置 看见没有 I hoped to live in the city in the city 没问题吧 在城市里头 好 继续 对的 第一句没问题 不是住在一个城市 住那个城市 城市肯定是特指的 特定的地方吗 in the city 是吧 在城里 in the city 在农村 in the countryside 是吧 它是永恒特指的 继续 下面 I think I would 哦 你看 第一个题比较简单吧 实态错误 是吧 实态错误 Hope to do 希望去做某件事情 to do 打算吗 希望去做 实态 the city 为啥特指 看那个特指 那个课程去 特指贩指的 the city the sun 太阳 什么城市 之类的 想起来了吧 the countryside 好 继续 I think I thought I would be happy there 我认为 我在那儿 很开心 Now I'm living in a city 今天 我住在 一个城市里头 in the 这个 the city 特指的 城市 这个概念 这里的 a city 指的是 某一个城市 具体某一个城市了 听懂了没 live in a city 是指的是 我要住进城 而后面说的是 现在我住在一个城市里头 OK 没问题的 in a city 第二句话 并没有 并没有去强调 是哪一个城市 but I miss my home in the countryside 这个就要加得了吧 是吧 but I miss my home in the countryside 不是具体的某一个乡村 而是特指的乡村 住在村里 这个含义 名词是一定不会单独出现 in countryside 肯定不行吧 要不你就是 a countryside 当然country 不可能有 a 乡村 有 这种 出现 那个转折 对的呀 转折 没有错 同学们 转折 没任何错误啊 现在 我住在一个城市里头 但是 我很怀念 那个 在农村的生活 不是 怀念 在某个农村 生活 好吧 好 继续 下面 这个有难度了 往下看 后边 一般的那个 就是范指特指 都考的是 那个固定逻辑 就前面说过 后面再出 后面前面说过 后面再次出现 再往下 there the air is clean or the mountains are green ok 下一句话 同学们 下一句话 考哪个 哎 考点在哪里啊 是不是 哦 看见没有 看多了 就熟悉 就习惯了 这里 就是那个 我再说一下 就是城市和农村 是特指的 就跟 就跟那个太阳一样 感觉 the sun 是吧 但它不表示 某一个特定的城市 如果单独说 the city 比如说 你喜欢城市 还是农村呢 do you like the city or the countryside 这么说的 对吧 但是呢 在讲到说 我住在某一个城市 可以用 比如北京是一个大城市 是吧 北京 is a big city 听懂了没有 这里是一个 就是抽象概念 城市本身 跟这个the concept一样的 懂了没 懂了没 好 继续 there没错 在那个地方 there the air is clean and the mountains are green there就等于 in there 一回事 在那个地方 对 the city the city 特定化 特定概念 在后面 the air is clean or the mountains and the mountains are green 复苏的 mountains 没问题吧 山脉 后边 unfortunately 逻辑词 转折了 不幸的是 我们看是不是 under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 环境被污染了 OK 我们看一下 on不对吧 随着 是不是必须是with 对不对 随着 伴随一定是with 在一起吗 伴随着 随着 工业化的发展 接着吧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 of industrialization the environment has been polluted 这个环境呢 已经被污染了 as表示 随着是加句子的 as you grow up 随着你长大 是吧 as 加句子的 听懂没 借此短语的随着 只有with 带有 半水 好 随着 它的发展 the environment has been polluted 过去完成 过去完成 为什么是过去完成 啥意思啊 它只是到现在为止 已经污染了呀 没有过去的过去啊 怎么会是过去完成呢 have been doing 忘记了 金正恩 记不记得 好 又去掉 谁去掉 瞎说 这 很多的研究显示 OK 研究和显示 应该不是被动的吧 是不是自己显示 看见没有 是吧 Lots of studies have shown 研究自己显示 动词 主动被动 用这个玩意儿吧 长期考这个 看见没有 研究自己显示吗 怎么能被显示呢 Lots of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研究 众多的研究显示出 Global warming has already become a very serious problem Seriously 哇塞 又考这个玩意儿 看到 显示出 乘数据 并从据 没问题吧 Global warming has already become a very serious 利益 不对吧 形容形容词 只能是形容词吗 形容名词 是吧 又是那个固定考点 become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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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come的过去分词也是become 对不对 记得吧 记得吧 become的过去分词也是become 好 下一句 the air the air 名词单幅数 固定考点 空气 怎么可能会可数呢 同学 是吧 对啊 我名 名词啊 就全球变暖嘛 the air 好理解吧 空气一定是不可数的 空气到有单位嘛 不可量化 对的 the air will breathe in breath in 吸进去 没问题吧 it's getting dirtier and dirtier 越来越脏 越来越脏 ok 没问题 空欲 空欲是什么玩意儿 不知道 后边 much re animals 很多的稀有的动物 ok 名词可数不可数 又来了 是吧 animal是可数的 当然不能用much 用many 对的 全国卷的智商 就像这个题目 尽管这个低体 这个那个得的修改 有点难度 但是后面是不是 越做越爽啊 看得怎么样 many red animals are dying out dying out Ing 其实没问题吧 动物死 是主动的吧 主动 Ing 没问题 是吧 we must find ways we must find ways ok 注词的后面 词不能过去试的吧 试态 你看 又考试态 是吧 我们必须发现 一些方法 we must find ways to protect your environment what's that 逻辑不宜词 代词 看见没有 we must 我们必须 对 正在也是主动的嘛 我们必须 找到方式去保护 你们的环境 这逻辑就不通 是吧 our environment ok if we fail to do so we'll live to regret it 如果我们不能这么做 我们将会后悔的 ok 之后没有错了 是吧 if用的是 所谓的主将从先 这里的意思吧 不能用个将来试态 如果我改错 改更很 就是if we will we will fail it 加个will 肯定要去掉吧 ok 好 现在 就逐渐的感觉 有没有多一点 同学们 有没有来一点了 这种题目是非常僵化 很固定的 非常僵化 就考了几构定玩意儿 来 我们再数一下 你看 再数一下 第一个 你看 实态 看见没有 固定考点 第二个 特指 in the countryside 特定物 然后 第三个 逻辑关联词 这玩意出来 就要考它 是吧 第四个 借词 固定 地方 第五个 动词 主被动 被你去掉 第六个 又是形容词 副词 是吧 第七个 名词 可数不可数 第八个 名词 可数不可数 第九个 那 动词 然后 最后一个 代词 是比较少见的 啊 就它们 所以 九道体 都是固定规则 固定逻辑 Breathe 和Breathe 什么意思 一起来 这不是一样的吗 好累啊 我的天哪 终于要回北京了 Breathe 加意是动词啊 把意去掉 就是名词嘛 天天嗨 你不得天 不得虚脱了 我说天天嗨 嘿嘿 嘿 对 回北京之后 继续搞那个死客群 好 再刷一个啊 再来一个 对啊 包含就是我们认为 比较重要的语法框架 不会全部都讲 那个毛病 有些东西不需要知道的 继续 小番茄 是女果 自己做过没有啊 14年的 一卷的 Cherry Tomato Cherry什么意思 各位记不记得 Cherry有樱桃的意思吗 啊 樱桃 就长得像樱桃一样的 那个小小番茄 Cherry Tomato 他第一句话 Nearly five years before five years before 同学们 先把这个借词 薅出来再说 同学 好 好 谢谢吧 ergo 过去的具体时间 这个 时间的复词是不对的 过去的具体某个时间 不是before 是ergo 五年前嘛 这个经常说 是吧 嗓子哑了 最近天天讲课 已经受不了了 and and with the help of by with the help 在谁的帮助下 不用拜吧 with the help of 各位记得了 这考的挺无聊的 是吧 连续考两个借词 with the help of our father and 没有错 before用的是完成时代啊 它是断时间的 而更是具体时间点呢 我们在时代不是讲过吗 before跟ergo 记得不知道李嘉欣同学 是吧 比如说 我之前从没见过他 呢 I haven't seen him before 这个before是什么意思 before now嘛 就是在现在之前的一段时间嘛 ok before是完成时代 是断时间嘛 它是一段 它是一段了 它是一个诊断 来 继续 后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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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sister and I planted some cherry tomatoes in our back garden 准备问题吧 准备问题吧 in our back garden 去看 since then for all these years 自从那个时间之后 我喝点水 等会儿啊 since then for all these years since we have been allowing 各位同学 看见没有 since then 自从那以后 是不是到现在为止啊 不是had been 是have been 又考试太 看见没 是吧 这不是排版的问题 是就是往上下的 他那有那个格式 他没把他转 没把他转 转换成功 since then we have been allowing tomatoes to self-seed where they please allow you 对的 我们允许啊 我们跟允许是主动的啊 这个是用现在完成时 各位能不能理解同学 能不能理解 能不能理解 不懂就问我啊 我们讲过这个时代的是吧 since then 是到目前为止吗 since then 自从那以后 表示是到现在为止 如果是过去完成时 应该是 从那以后到一个过去的时间之前吧 ok 多了没有 多了没有 since then 就是 如果你不能 如果你不能够理解 since then 表示的是 现在完成时 那请你去参加那个语法的课程 好吧 改错题是一定要跟那个语法课结合起来的 我们在 时代中专门讲过 你看这就 这是我们时代课讲的 have been doing那个 金正恩 记得不 金正恩 金正恩 那个永日 记不记得 永日啊 就这个词来的吗 那老是主动的呀 我们允许 又不是我们被允许 好吧 这个就我们就不不纠缠 这是语法克里的东西 我们就不纠结了 好 继续 原文是没有s的 是吧 再加s进去 是吧 这打错了 不管他 后边 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不是allow 这是完成事态了 完成进行时啊 have been doing 方法论不讲真题 难道还去讲魔理题啊 是吧 然后 方法论不可能去展开讲语法点呢 因为一个改错题会涉及到多少语法点 你知不知道 涉及到好多语法点呢 我说 他这只能上是一个就是语法课的一个收获的过程吗 没法展开吗 那我们有没有有幅图呢 就是解释那个东西 就是自从那以后 多年以来呀 我们一直都在 允许这些西红柿 去自己去生长 想种哪就种哪 就这个意思吗 OK OK 懂了没 这个是纯属考试态的是吧 纯属考 我们讲那个 那个就是现在完成进行 就是永日那个概念 各位记得吧 是吧 好 继续往下 as a result 哇塞 这个题考太实了 是吧 as a result 这种题就送分了 纯属送分 看见没有 as a result 能报 能报 然后 the plants are growing somewhere 我再说一遍 我再说一遍模拟题 不知道 谁知道什么情况 作为一个 他说 他们允许这些西红柿 想种哪就种哪 作为这个结果 所以呢 这些植物就到处都有了 到处都有 到底是somewhere 还是everywhere 是不是everywhere 不能用anywhere 那是否定句里面的 是吧 everywhere OK 到处都有了 这个含义 对 别管模拟题 模拟题 没有意思 这个要考意思 这个题 这种题很少见 考意思的是吧 后边 the fruits are small in size 借词 没问题吧 the fruits are small in size 借词没问题吧 然后but juicy and taste OK 又考连借词 你看啥呢 but跟and 这俩在一块 肯定有一个有问题 对不对 就是这个呀 就 这个题的考察 是非常少见的 考意思的 他说的是 从那以后呢 我们让这个西红柿 到处自由生产 所以呢 这个植物到处都有了 到处不是somewhere 而是everywhere somewhere 运存在于肯定句里面呢 好 这两个 肯定有一个有问题 各位看哪个有问题 看哪个 首先第一个but 有问题吗 他们个儿很小 但是水多 味道好 有问题吗 没问题吧 是不是一个典型的 转折逻辑 对不对 尽管个儿很小 但是水多 juicy 好 but没问题了 就后面那个and有问题了 前面是水多 后面是味道 看见没有 前面是形容词 后面是名词 肯定不对吧 不对称 是吧 不对称 那就改了 应该都是形容词的吧 tasty 好吃的 对啊 水多 味道就好嘛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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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吧 啊 并列的啊 一定要找对称点 是不是对称的 各位学生不要想多了 好不好 继续 后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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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e are so much that we often share them with our neighbors 你看 是不是又是担负书问题 看见没有 那个 那个西红柿怎么能用much呢 同学 是不是很多啊 西红柿太多了 你不要还 陷在那个水里头 好不好 又说还有很多的水呀 什么之类的 跟水没关系了啊 是不是那个西红柿很多 西红柿实在太多了 我们经常会分享 和邻居分享 shear with 借词没问题吧 直接关注要点啊 就借词啊 名词担负书啊 什么之类的 继续 although 尽管我们允许西红柿 称生长在相同地方 一年又一年 没问题吧 但是 我们从来没有任何 哎 哎哎哎哎哎 看见没有 although but 又来了吧 又来了吗 这个土别玩意儿 同学们 OK OK 是不是很土啊 可很实啊 去掉了 but哥去掉 we have never have any disease 我们从来都没有任何的疾病 可以吗 到现在为止吗 是吧 完成事态的 完成事态的 or insect 或者是虫子 哎 这哦 对不对 我们不得病 也没有虫子 可以吗 哦 然后 既然是否定的 用any也可以吧 是吧 any也行 去忘误也可以啊 随便 随便 它都是整句的嘛 好 后边 we are growing wonderfully tomatoes OK 又是考那个土别玩意儿 看见没有 它在用副词来形容名词 不对吧 把那个ry去掉 就可以了 OK 懂没 懂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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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wonderful tomato 就可以了 使用使用名词嘛 不能用副词搞名词嘛 at no cost 是不是不付代 不用付出代价的意思啊 所以啊 改错题这个逻辑 我跟大家说啊 就是这个题目 大多数人都是会几乎放弃掉 大家发现没有 大多数同学 几乎是把改错题给放弃掉 因为太难了 是吧 根本不知道找哪 那么你 你找到 哦 没错呀 是对的呀 哦 没错啊 是吧 所以呢 呃 你只需要关注的是这个逻辑本身 就是几个固定的位置 把这个位置搞定之后就差不多了 今天又不无无继续插评 每天呢 从书都讲的嗓子都快冒血了 同学 这是硬撑的好不好 你爱插评不插评 干我什么事 真是 我只想说一句而已 真的是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饭也没吃 这话说的真伤心 呃 所以呢 你还是就是去体会这种过程了 找到固定的位置 好吧 晚行不是补课吗 不是那个周一上午吗 不是 还是下午来 在我看到那个时间安排 我知道你开玩笑的 我就说一下 哼 形容词和副词 副词不叫RY吗 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 是吧 就副词的基本逻辑 是在形容词上叫RY吗 吃东西 对啊 今晚不是要跟同学去聚会吗 肯定要吃点东西啊 不然哪有哪有精力去 进行一些活动啊 明天好像没成读吧 31号应该是 今天早上刚成读过啊 对啊 任务询译读是最后一节课讲 明天是最后一节课吗 还没有吧 还没到呢 我们那个那天下午讲吧 31号 就是补课那天讲 好吧 对啊 至少有成读啊 一般我那个成读都看都都给爆了嘛 一块钱的 一块钱的 你把钱爆了 八月份就行了吗 一免老忘记掉 然后就是 如果你确实没有上过那个语法的死科班 一定要参加一趟 就是改错题是 是建立在语法的死科班的基础之上 你会知道吧 那这里很重要的啊 今天晚上卡罗K估计秀不了发音了 我的天 嗓子都是这德行了 任务协列读主要是江苏卷听听 对关注一下 那个那个那个 在嘴巴关注一下我 好了好了 讲不动了 嗓子都哑了 我的天了 明天继续搞啊 作文有作文专门班呢 作文专项死科班吗 不是有吗 OK 好 完成的周一啊 看课表啊 不是改时间了吗 看你的课表 拜拜 拜拜拜拜 改错就这样了 我觉得改错就只能尽这个力了 是吧 因为改错它不像别的题 它不存在很强的逻辑性 它不是个整体的 它和题之间没有关系 各位能理解吧 比如这句话哪个错了 和下句话哪个错了 真的没什么毛关系 它不像那个阅读或者顽形 是吧 它是一个逻辑体系 改错这玩意就是靠攒人品 我跟你说 你比普通人强就可以了 是吧 这没办法 这没办法 挺无聊的 OK 拜拜拜拜拜拜 我还得 一元刷题得开学以后 九月份 好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